各位好,我今次想跟大家分享如何用頭髮做蝴蝶結 蝴蝶結有這麼大,視乎你有多長的頭髮 因為我的頭髮比較短 如果頭髮比較長,可以全部穿上去做一個蝴蝶結 不過我比較短,所以用半個頭髮才合 做出來會比較細小 我都不用所有頭髮,我只用一邊 可以把蝴蝶結在中間,但我想把蝴蝶結在旁邊給大家看 首先拿出一束頭髮 梳順 然後拿上筋梳 把蝴蝶結到很緊 把蝴蝶結到最後一刻 這樣扯出來 這個就是蝴蝶結的其中一邊 那你就用正義的頭髮做蝴蝶結的第二邊 就是這樣 再用蝴蝶結固定它 然後把它拉上去 然後再用蝴蝶結的一邊 然後再用蝴蝶結的一邊 可以拉大一點 然後這張頭髮在這個位置加髮鏡 然後這張頭髮就這樣翻過來 然後在後面這個位置加髮鏡 再拉好它 那這張頭髮凸出來了 沒法夾吸進去 這樣就完成了 先說這張頭髮吧 拜拜 拜拜